傅仲说完了,说傅言闲 言怎么闲呢 人还没到声音,传得比较快 对理性来说 我们常说傅仁之言 就说明他比较短见来形容 看事情目光短见 很局限 很自私 那女人有没有这个特点呢 她整天在家里 她当然外面的事了解的少 所以女人有的时候的看法呀 局限于小的 不是很容易看得很长远 所以尤其不能乱说 要怎么说 就很重要了 不光是女人 这个嘴啊 并从口入或从口出 经常是有麻烦 眼睛鼻子 眼睛鼻子 耳朵 她的高度都在嘴之上 这个是最卑微的 现在人反而很重视她 那就出麻烦了 你看对 在报告里面代表少女 本身是女 就阴 阴容 拍出了一半的瓜 那少女 那少女是最小的 那小女孩 她懂得问 所以不能乱说 能不说 就不说 阴容 如果女性 她本来是静的 本来是少话的 那阳的反而是多动 但你不管阳 不管阴 第一 说话 不能太直 你看中华文化 一个太极 就告诉你 要 柔 要圆满 只能柔 过刚过直 它容易折 容易坏 那是一些什么人呢 当兵的 敢于金剑的 陈子 在这些特殊观的 能少说一个字 能不说 甚至不说 打碎了牙 往肚子里 那是军人的品质 那他们都需要这样做 直言敢见 为了国家大事 其实也很明显 那历史上就 除了魏征 没有几个 这种贤臣 容易 被皇帝所接受的 那在皇帝身边 说啥就啥 你说错一个词 跟你玩文字游戏 你 你都很麻烦 在这时候才要止 那平时我们生活 你太直 第一个代表你 没有经过大脑 脑子不够用 或者 第二 你对这个人不尊重 我不想 动脑筋 不想顾他 等面子 那怎么样 你才会止 你换一个人 你就不敢了吗 嘴上说得很好 人一来 你不敢了吗 一个大官 我很厉害 我很能骂 来个老虎 你试试 你能不能喊得过来 喊你都不敢喊 那么女性 她本身是阴柔说话 会比较柔一点 这是她好的方面 你看家庭的调和 她往往就比较深长 那男的就直吗 男人跟男人间 父子 甚至隔一辈 都不一定有很多话 有的甚至没话 但是心里彼此都懂 彼此用心 用一些其他的方式表现 这还好 你跟怨妇 就是说你 婆妇 就是 很厉害 很直 那就没完没了 这些都是不好的字 形容女性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很重要 对男 对 对